我們這一期課程,今天已經到了尾聲,所以前面的課程都有在雲端上面,就是列個表,所以你會發現在清單裡面,就是每一次上課的內容 當然如果你覺得哪一次上課比較難,或者是你剛好工作上面會用到哪個部分的話,我是建議可以不妨多多的練習 因為如果你真的熟練之後,你就懂得變化了,不然的話你不熟練,真的想要變化也沒辦法 光想要把事情做出來就有困難了,更不要說要做一些變化,還有尤其是程式的部分,如果你程式部分沒有辦法,可能還是多練習 另外的話,程式要花的時間其實也蠻多的,所以這個就是看每個人支持,盡量還是能夠熟能生巧 那你說老師,我不要程式,暫時也可以啦,我一直強調,這個VBA的角色,它就有點像是救援的 就是說你內建的功能沒有的時候,那你就只能用程式的方式解決,不外乎就是用VBA模組裡面寫個sup,變一個按鈕 或者上個禮拜提到一個叫方選的東西,兩個方法其實都可以達到那個效果 那只是說哪一個方式,比較符合你工作流程的需求,那你就可以用你比較可以熟悉的東西來做吧,OK 那這個東西的話,上個禮拜其實都有講到,所以上個禮拜的相關重點,我們大概回顧一下 不外乎就是這個範例題叫做所屬單位查詢,那這一題的話其實主要就是根據這個題目啦 因為這個題目說真的,它真的沒有辦法用內建的函數就可以把它解出來 也就是說它這個表格,就是因為有一個很根本上的問題,就是沒有正規化 OK,所以呢,你要不就是說把它正規化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有第二個解法就是把它正規化 要不的話呢,就是說想個辦法,讓它從頭到尾查完一遍 有沒有,那查個範圍給它一下,也就是你做資料比對 那比對的範圍就是這個範圍,OK 那找到之後的話呢,把找到的那個資料它同一欄的第一列 因為它的單位都在第一列,那只要知道它在哪一欄 然後呢,就會知道它的單位在哪裡,並且把它的單位取出來,OK 但是,我想應該,這個Excel內建的函數裡面 應該是沒有一個函數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OK 即便可以,可能要用正列,而且這個正列會非常複雜 應該知道正列吧,ctrl-shift-enter 外面就一個大瓜糊 那個的話 太複雜了 算了 我覺得 如果你用正列 倒不如你寫VBA算了 因為我也試過用正列 但是我覺得正列 要把它寫在同一行 這個公式裡面 而且不會發生錯誤 那真的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三個禮拜的話 主要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不要正規化 我是全部查的話 那當然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上個禮拜 有講 我們的那個相關的資料 名單白板上面都有 我是把它放在 第五個單元裡面的 這個檢視與参照 所屬單位查詢 這邊 那當然 第一個方法就是 把整個範圍的資料做比對 所以 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 For I 指的是列 第二列到第八列 For Z 指的是第一欄 這A欄 7好像就是 第幾欄 G欄 有沒有 也就是把這個放個框起來的意思 2到8 然後1到7 那做什麼呢 把它裡面的資料 一個月取出來比對 所以比對的話 就是底下這個 如果抓出來的資料 如果等於什麼 等於我要比對的資料 這個資料在哪裡 資料就是在這邊 所屬單位 我要查這個人 所以我把這個人的資料 去跟這個範圍裡面的全部比 所以它會一個一個一個的比 比找到對不對 然後就把這個找到的位置 裡面的欄取出來 然後上面列的話呢 就是加上一列 那就是把這個資料再帶回去 所以就把這個資料取回來 那這個上禮拜有講過 那所屬單位的 藍列的寫法 除了用這個方式 兩個回宣之外 後來我們改成for each for each的寫法 所以這個for each的寫法 上禮拜有講了 所以如果假設 這個你想要再練習的話 你可以把for i for j 改成for each 那for each的話呢 指的就是說呢 後面一定會有一個範圍 在哪個範圍 在第一個工作表裡面的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 A2到G8嘛 這個範圍嘛 就是這邊的這個範圍 第一個工作表裡面這個到這裡 然後呢 它會每一個每一個足個足個的幫你做什麼 把資料取出來 取到哪裡 取到這裡 所以它會先放A2 然後再B2 有沒有 然後比一下是不是一樣 如果是一樣的話 把它同這個儲存格裡面的 同一欄的第一列資料取出來 OK 那底下再增加一個一日for 就是不要再往下找 因為只會有一個一樣 OK 這個是上個禮拜 就是全部的方式查詢 那難蠻難的 可是其實很有用 我是覺得工作裡面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寫出來的話 應該很多地方可以這樣用 我發現很多人在建資料的時候 都沒想到正規化 所以沒有正規化 那你勢必你必須想辦法把它全部查完 所以你試試看嘛 回去可能你再下載一個空的檔案 然後呢 在這邊想想看有沒有辦法把這兩個按鈕給寫出來 按下它這邊就全部完成了 按下它就清掉資料 OK 類似像這樣 那或者說方法二就是把它正規化 所謂正規化 本來這個資料 它其實排列的方式不對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要所謂的正規化 講白話的意思就是說 能不能用V2函數查詢 如果不行的話 那表示那個資料其實沒有經過正規化 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 OK 那V2函數能夠查的話 那你一定要把你要查的資料 放在它的第一欄 OK 那第一欄是什麼 人員 OK 那要查什麼 查第二欄 所以我們就是 假設要把這個資料 變成像正規化的資料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那一樣呢 這個地方 卡卡的 然後呢 我們就是執行這個正規化 讓它可以怎麼樣 把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變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OK 那要怎麼做 有沒有 這個是不是正規化的 所以這樣還記得啦 沒事不要的 把什麼單位放在上面 然後那個 它的那個 部門放在下面 當然你這樣看是OK啦 可是問題是 將來你要查詢 你就是一個噩夢 所以怎麼辦 你要把這個 變成這個 OK 這個就是上個禮拜 第二個題目 所以喔 回去的話 那當然啦 這個其實能不能拿來考試 其實可以耶 比如說出個題目 請各位把 這邊的非正規化資料 轉換為這邊的結果 那當然 如果那些函數OK的話 那當然應該 不過理論上沒有 所以請你把這兩個按鈕 背後的程式寫出來 OK 有沒有 其實 那會不會很複雜呢 其實因為 我記得應該程式 是沒幾個字 有沒有 還記得吧 我記得好像就是 先把什麼 結果是這樣 一樣是for each OK 那for each的話 就這個範圍 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一個一個把它取出來 取出來之後呢 還要判斷說 它是不是空的 因為像這個是空的 就不能 空的就跳過去 然後把它的什麼呢 把它的這個資料 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i 就是i 這一個 這一欄 然後把 它上面的這一個 單位有沒有 放在這一欄 那怎麼知道它的單位 一定是第一列嘛 有沒有 然後一定是跟它 它同一欄 Sales Sales 然後點column 指的是它 這個儲存格 在哪一欄的意思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足個 再加個k 就足個足個 把它直接就抓過來 OK 那就是 這個上個禮拜都有講到 所以細節 部分請各位 自己再回去 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再看過 那好像還有一個 我記得我們 除了說 還有寫一個方選吧 我記得好像我們這邊 是有寫了一個 一個方 方選在這裡 所屬單位函數 這個應該不是針對這個 應該是針對這邊 這個才對 這個如果你要 除了寫一個sub之外 如果我希望我不要按按鈕 我希望插入函數 它能夠在使用者定義裡面 會出現一個叫 所屬單位函數 那這個是我們用VBA寫的 按確定之後 給我一個人員 幫我查高明明 然後他會幫我把 哪個單位找出來 那底下的話 就快點兩下 有沒有 這個就方選 OK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基本上可以考三題 第一題的話 就是不正規化查詢 第二題的話 就是正規化 第三題是 把剛剛的這個部分 改寫成一個方選 OK 有沒有 所以 這一題的話 就可以衍生出三個小題 OK 好 大概是這樣 至於那個怎麼寫 比較OK 其實你們也可以思考一下 我只是在雲端上提供給各位 我自己的寫法 這個是 我的邏輯想出來的 OK 那跟坊間書上寫的 這個寫法又不太一樣 如果你們假設有買過 那個VBA的書籍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有印象 因為坊間的書籍的VBA 程式都是非常長的 包含就是說 坊間的書籍會宣告一大堆 然後呢 都會set 有沒有 會有一個關鍵叫set set的話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但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邊都沒有宣告 也沒有set OK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沒有必要 OK 沒有必要 而且可以把程式寫得精簡 這是我的訴求 好啦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自己在 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重點 再複習一下 這些啦 所以上個禮拜應該在 前五個影片 就是我剛剛講的 有沒有 應該是 還有 就是前 等於是上個禮拜 大部分 前六個影片 幾乎都在講這些東西 那最後的話 就是 把那個325這個資料 做正 做正規化 那其實也是延伸 那所以請 待會兒請各位 幫我開啟這個 325這一題 那當然呢 所謂的正規化 一樣嘛 就是要把 應該在哪一欄的 就放哪一欄 一個羅鍋 一個坑 的意思啦 所以上面一定是欄位名稱 下面的話 一定就是它 對應到的資料 那這個 我們325這一題 其實它最大的問題是說 它沒有按照正規化的方式排列 所以我應該是 1 2 3 4 把它改成1 2 3 4 那 因為呢 我們 上個禮拜最後用到了 函數是index 那index的話呢 它需要一個函數 一個邏輯就是說 它到底在哪一列 把那一列的資料取回來 那所以呢 我需要先有個前置作業 就是先產生1到32的表格 OK 所以要怎麼樣產生1到32的表格 這也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有沒有 用了兩個函數 Column跟Raw OK 所以最好呢 你可以 假如 考各位 就是如果 我希望 在這個325的這個D到G這個範圍 我希望產生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就是1到32 那不是這樣你自己打 你自己打 那沒意思啦 OK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 這邊假設空的 你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我希望讓它變出 1到32的號碼 OK 那這個地方 當然我是用那個 Column跟Raw Column的話 其實決定它的 藍嘛 那Raw的話 決定它的列 所以我向右拉 它都1到4 而然 然後向下拉 到32 OK 那這樣怎麼做 這個上禮拜有提到 那所以如果 我假設已經有了這個 表格的話 那接下來我可以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再結合一個叫Index函數 那Index函數的話 主要就是說 你要把什麼樣的資料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1 從這邊不是看外面 看它現在框起來的範圍 然後呢 我就可以把這個數字 填到Index裡面的第二個參數 就是哪一列的意思 那就可以把 它這邊的資料 整個都抓回來 OK 要怎麼做 上禮拜好像講到這裡 1 把這個公式解下 2 插入那個Index 所以這邊的話 用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Index 然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說 Array就是範圍 範圍 範圍就是B2 CtrlShip向下 B2到B313 特別是如果框起來的範圍 如果B2開始的話 特別是B2就是第一列 然後第二列就是B3 不是從B1開始 跟各位講一下 然後呢 如果 RrayNumber的話 請你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所以他會抓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一列 所以他會先抓這個 哪一欄 因為只有一欄 所以這邊輸入1 這樣就OK了 所以 那按確定之前 可能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你需要把這個範圍 因為等一下會向右向下 所以記得 把B2跟B313 前後 都要加上前的符號鎖起來 就按F4就好了 F4的話 就藍跟列都鎖 OK 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按向右填滿 跟向下填滿 然後再把藍寬 D到G 選起來 快點兩下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資料就正規化了 有沒有看到 本來這個資料是 不按正規化的方式排列 那我把這個資料變成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各式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幫我放 所以喔 D欄就是入職時間 姓名 功耗 內部號碼 這樣就OK了 但是 好像還有第二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對這邊怎麼樣把它刪掉 這邊怎麼把它刪掉 那方法很多啦 可能想想看 我本來想說 有個函數叫replace replace可以取代前面的 可以 應該是可以 但是好像沒有比較簡單 第二個的話可以用mead mead的話就是 你只要知道 你要取到哪個字 然後後面的資料看你要取幾個 有沒有 就可以留下你要的 可是怎麼做比較簡單 OK 我覺得 方法應該很多 replace也可以 甚至你用fine也可以 fine函數不是可以fine冒號的位置 然後我要的位置 從冒號開始的下一個字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OK 所以你們想想看 什麼方法比較簡單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上個禮拜的325人士分欄這裡打開 然後上個禮拜應該有這個吧 所以如果沒有你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 OK 這個的話應該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地方 就是325人士分欄的這邊 然後column跟index應該是這個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沒有這個啦 沒有你先Ctrl C好了 然後直接怎麼樣 把它貼到這個325這邊貼上 然後打勾其實就可以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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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